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婚恋心理咨询师周小鹏 因为每个人都在恋爱当中 或多或少受过一些创伤 所以我们会用自己的创伤经历 来去看待别人在恋爱当中 他们的一些行为 这个在心理学当中我们叫做投射 我曾经被POA了 所以我会认为他的行为就是一种POA 我们这叫一个投射行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那对于孝良和林林 我自己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他们首先是一个 30家的算是中青年的一种恋爱方式 他们跟年轻人恋爱不一样 他们在恋爱当中 在生活当中经受过很多的磨难 这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所没有办法去预想和感知到的 比如说对于孝良来讲 我觉得孝良对于爱有超级高的执着和渴望 我认准了你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想要找的人 你身上有我最想要的所有地方 所以我想要快速抓住你 但是当我抓不住你的时候 我就会胶着 我没有受过恋爱的训练 所以我才会本真的表现我自己 也就是我会告诉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必须要答应我 你不答应我我就觉得很痛苦 他并不能用POA去形容 他就是一个受过恋爱创伤 想要快速得到爱的人 而对于林林来讲 他可能也看到孝良身上 有他最想要的那种爱 那种关心 那种呵护 但是他因为 却不于异地恋 却不于他跟孝良未来 没有办法深度的去了解 所以林林才会表现出来 我既想望前又想望后 就让大家觉得说 他是不是在养鱼啊 但我的感受他不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自己 能否面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都缺一点点勇气 孝良是没有勇气慢慢等 林林是没有勇气往前冲 所以如果他们俩能稍微调和一下 把这个双人舞跳得更优雅一点 就像他们俩最开始跳舞一样 慢慢地去展示 慢慢地去感受对方 他们的舞姿才能真的绽放出来 我们最想要的那种爱的味道 感谢观看